我像姐姐秋婚了 但是她犹豫了 好尴尬 转眼过去我们都在一起小半年了 记得刚见到姐姐的时候 她那时候还是一个花极少年 活泼开朗的她追求跟姐姐买衣服 姐姐 对我吃饭 你各种手段 不过我从来没有还过她 时不时还有些小火力 我就有点想你了 想我什么呀 转眼都过去半年了 大家在一起都半年了 尤其是当时你还特别腼腆 现在都知道帮我淋包了 那必须的嘛 我长大了嘛 对了姐姐 你说咱俩以后有结果吗 等下你不背叛我 我就会一直跟着你 她肯定不会背叛你 那个 你愿意嫁给我 你笑什么 嗯 我说真的呢 你嫁给我吧 咱们在一起才半年 她犹豫了 时间也不长 有待提供 那姐姐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走走走走 姐姐你帮我说什么来 啊干嘛 哎上门 姐姐 你再把手伸出来 干嘛 伸出来吗 姐姐 姐姐 在这个屋子很飞的时间呢 呃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是最纯粹的 这边草边的戒指 我亲手给你戴上 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你也能戴上我送给你的钻戒 哎呀弟弟长大了呢 姐姐 你能嫁给我吗 有心 哈哈 哈哈哈 怎么办 一定尽敌 事远